大家好,我是Tony 我现在在基隆市信乐立体体育场 今天要来造访最近新完工的基隆塔 基隆塔历经四年兴建,最近完工 从12月5日到12月10日市营运 免费提供民众参观 同时信乐路的防空洞 也开放市营运 所以我今天车子就停在信乐立体育场 从这里出发 先参观信乐路的防空洞 然后再走往基隆塔 防空洞就在育家场的对面 信乐路防空洞 这是日本时代日军开辟的防空洞 防空洞相当有规模 而且四通八达 就随意逛逛 就随意逛逛 高度还不到170公分 所以我必须弯下腰来 这边有插入 这边封闭了 这边也封闭了 这是整块的岩壁 所以这个防空洞相当的坚固 这边有电梯 我目前还没有开放 这电梯将来是要串联基隆塔 再来看看另外一边 这边有一个防空洞 这边禁止偷行 这边有一个防空洞 这似乎是一个盥洗的地方 今天第一天开放防空洞 游客非常多 我现在走往一二路基隆塔 幸乐路一二路转角 这间老房子 是基隆著名的古厕 入口这栋建筑 是日本时代的岸田无福店 无福是和福的意思 岸田无福店的店主是岸田多一郎 是现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真淑公 他在日本时代初期 追随岸田文雄的真祖父岸田几太郎 来到基隆经营生意 这条马路是一二路 清代称为绍船头街 日本时代称为意中丁通 是日本人居住的区域 街道整齐 四街繁荣 有基隆银座的美誉 右前方这栋房子是日本时代的松原鱼板屋 是当时基隆最大最著名的鱼板屋 原子是清代的龙王庙 基隆塔就在这里 基隆塔 这里有基隆塔的简介 透过两座广场 两座桥 重新拉起基隆人与中正公园的关系 垂直树道 水平堂道 简单的有力连结山与海 也让旅人认识这座充满历史活力的港督 这里原为日本时代曹洞中九宝寺 战后成为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办公厅 2012年第二分局搬迁 2019年开始兴建基隆塔 我现在走的是湖障碍坡道 所以推着轮椅也是可以来悠游基隆塔 这是三角广场 这里有一个防空洞 三角广场防空洞 基隆塔大厅 在这排队等电梯 这是三角广场防空洞 三角广场防空洞 今天没有开放 这里是出口 前面这里是入口 所以就进去绕一圈 基隆港是北台湾重要的港口 所以二次大岸期间 日军在基隆挖了很多防空洞 而基隆也确实遭到美军激烈的轰炸 基隆游变局 基隆火车站都遭到轰炸而毁损 现在就前往基隆塔大厅排队 所以基隆塔总共是五层楼 高六十公尺 五十八公尺 号称六十公尺 因为媒体是写六十公尺 是什么路啦 哈哈哈哈 走出来就抵达基隆中正公园 刚问了一下工作人员 12月5号到12月10号市营运之后 12月16号就会正式营运 所以这几天如果没有空来的话 那也不用等多久 半个月之后 基隆塔就正式营运了 哇上来基隆塔 这里展望超棒的 哇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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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中原文化馆 竹谱坛 今天没开放 不然从上面俯瞰基隆塔 风景应该会很壮观 这里有新建的步道通往大佛禅寺 就往大佛禅寺 竟然来了就顺道参观一家大佛禅寺 从这边爬上去就到了 今天逛逛客的人潮 好像都被基隆塔吸引过去了 中正公园大佛禅寺前面的广场 游客的稀疏 小猫两三只 小猫三只 我今天的基隆塔之旅就在这边结束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